怎么说呢 不好办 真好办 阳光获取 估计这波是达不到完美了 想达到完美很有难度呀 开局四个小鬼出来没问题 但是这个高坚果 他伤害确实能扛 但这玩意打真实伤害 扛不住啊 直接打本体上了 废了 我说的吧 坏了坏了坏了 已经没有机会可以获取了上路 不过呢上路是可以干掉的 倒是没什么问题 加波速下路的机会 多吃点啊雪昂 怎么又回首头了 坏了还有一次机会 不过呢我有三千阳光 剩下两个岛上集 百分百的给它干掉 不干掉这可不行啊 能吃两口吗 哎呀还行能吃两口就没问题 坏了来了个车车 吃不着吃不着 算了压过去得了 那剩下的话还有两千多阳光 好办 这一波呢直接往中路发 中路放它只要是能吃这个大蒜的 就说明直接就肯定会被大嘴吃掉 它不是吃大蒜的 就说明能把大蒜给干掉 能干掉大蒜就是得点好啊 干掉它了我可以独舞啊 但现在已经没有阳光了 很快啊 解释都还没解释完了 这就飞了 行气球 行又来个气球 下来就能掏没毛病 那这还行嘛 下路吃的还挺多的 继续 上路机会得获取啊 多吃两口吧 豌豆别打折了 哎呀飞飞飞 能来点机会吗 不行 铁门根本看不住 下路 砸两发过去 快快快多吃两口 多吃两口 雪橇给点力 这货拿上没吃两口又被砸完了 我这不才两千多阳光 干啥呀这是 这是干嘛呀 过去 得给我吃 上路这两个阳光 咋的得给我过去 可以 五王行啊 呦 等等等等等等 这个位置来五王的话 那这个第二路说不 一定直接给它掏了 咱就吃 没毛病 五王给点力给它吃掉 漂亮 那怎么说 召唤 召唤 不是五王 别忘事儿的 没事吃完再召唤也行 咱 吃饱撤退啊 你忘了点啥事儿吧 哥 哈哈 他吃完了 我妈的甜蜜 那一路 是